彎進來文昌路了 雖然是下雨天,不畏風雨 這家花園的全名叫林本園園底 等一下左轉過去,應該就是入口了 這邊有一顆白千層 兩顆 兩顆白千層,它的花在這裡 你看它的皮的樣子 樹皮 左轉過來,還不是入口 只不過真的到這邊 真的就有覺得有像在中國的感覺了 走進來林本園園底裡面了 那江南庭園遇到下雨啊 很有失意的感覺 這裡以前就是大家稱的板橋林家花園 那雨滴帶著光蟲屋園這樣掉落下來 每一滴都亮晶晶的 那雨池續下這裡是月潑水蟹 那這棟房子是叫做觀家樓 我們走在這個走廊上 因為它的藍色的欄杆是蠻特別的 融應大池 就是這個水池 那這個對聯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今天是2024年8月12號 剛好午後雷雨 雨漸漸停了 那開始有一種綠意盎然的感覺 哇你看要過一個這麼小的橋 我的鞋子竟然就知道多小 而且是很圓拱形的 這個是江南庭園特有的這種 類似涼亭 那也是一個很像眺望用的 這棟我稱它叫生命之書 它上面分枝好茂盛好偉大 讚嘆生命 然後這裡是那個訂禁堂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這個原本的住宅區就沒有開放 要下次再來 上面寫著花好月園人壽 那中式庭園很適合有這個竹子 然後還有盆景做裝飾 這邊是水苑還有細亭 那這個柳樹垂柳 這邊是方建齋的鄉房是讀書的地方 那我們繞著這走廊 這樣子右側就是水苑 看到垂柳 水苑和花 這邊是假三層蝶 難得有機會來臨本園園底 特別做了這一個實況的紀錄 好 好 好